第二个问题 如何才能消除业障 消除业障最重要是忏悔 知道自己做错了 忏悔最重要的是后不再造 忏悔了明天又造了 这个不行 这个永远下不了的 这个问题问的人也很多 后不再造 向孔子的学生言会 孔子只赞叹这个学生 这个学生好在哪里呢 不二过 过时只有一次 他不会犯重复的过时 那就是真正求残悔 知道过时他就不会再造 那么另外呢 这钉可以消业障 钉能消业 钉是清净性 但是小钉 那个业障是辅助的 不起所有 辅助 大钉 大钉到什么钉 阿罗汉所证的 九次的钉 他把我们六道里面的业障 消除了 所以他不再到六道里 六道的音没有了 那么世间禅钉 四禅八钉 你能生到飞翔飞飞翔出天 那个钉只是福 并没有真正把业障消除 这是辅助 可是到钉功失去的时候 扶不住 业障有限期 就烦恼袭击有限期 所以这个定消业障 有福断 有真的是 这个 这个 断灭 智慧开了之后 那就真的消了 所以智慧是从禅定里面 开智慧 禅定到一定的功夫 智慧先进 智慧先进 业障 通通都转变成 菩提 烦恼及菩提 那是真的 所以说佛 终极的目标 是要开智慧 不能不开智慧 不开智慧 不能解决问题